1991年,X將會在東京巨蛋舉行演唱會 由於彩排後會很肚餓 所以YOSHIKI 在彩排前擺桌經理人 幫他準備一間六本木餐廳的印度咖喱飯 但今次經理人只是在巨蛋附近買了差不多的飯 YOSHIKI 拿回來後就像平時一樣吃落套 誰知第一口吃下去 辣到YOSHIKI傻了,直接要噴火 還令到他小時候的食物敏感症復發 於是他非常生氣,即場反台 自己開車回飯店,連彩排都沒有去 YOSHIKI 之後在節目上亦出現多次的咖喱緊 包括要他即場吃辣咖喱 以及每一個主持人都要問他 當時是否真的辣到反台,連場演唱會都取消了 所以每一次YOSHIKI 都要很努力地去解釋 當時只是沒有去彩排 並不是整場演唱會取消那麼誇張 我們表明,又是另外一位 是否會 Louvre兄 那樣是否影響 可以有去替你 所以我們愛過